好,我們來看第八題 求2又十二分之一 減5又六分之五 加1又三分之二的值 這裡全部都是代分數 那我們怎麼算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第一種解法 第一種解法就是我們都把它 化成假分數 那2又十二分之一 就是十二分之二十五 然後減掉5又六分之五 化成假分數就是六分之六 三十再加五 就是三十五 再加上呢 也有三分之二 化成假分數呢 就是三分之五 接著第二步呢 我們就要把它通分了嘛 那十二跟六跟三 最小公倍數就是十二 所以要把分母變成十二 這裡要上下同乘以二 這裡要上下同乘以四 那麼因此我們就會得到 十二分之二十五 減掉十二分之三十五 乘以二是七十 再加上十二分之五是二十 那分母都是十二啦 所以我們分子就可以寫在一起 就變成十二分之二十五 減掉七十 再加二十 那分母是十二 分子二十五 減掉七十 就是 負的四十五 負的四十五再加二十 就是負的二十五 所以答案就是十二分之 負二十五 這是第一種做法 把它全部都換成假分數 然後通分 再來我們看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 觀念就要非常清楚 二又十二分之一 其實就是二再加上十二分之一 然後減掉五又六分之五 就是減掉五 然後五又六分之五 就是五加六分之五 然後再加上一又三分之二 就是一 再加上三分之二 換句話說 我做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我把整數的部分 跟分數的部分分開來看 那我們來看整數的部分 我用藍色的把它畫起來 整數的部分就會變成 二減五 加一 那二減五加一我可以心算 二減五加一 二減五是負三 負三加一 所以是負二 整數的部分我就算完 就是負二了 那接下來我就要算分數的部分 那分數的部分剩下什麼呢 剩下這個十二分之一 減掉六分之五 然後再加上三分之二 這個就是分數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負二造超加造超 十二分之一減掉六分之五 加三分之二通分 就會變成十二分之一減掉十二分之十 再加上十二分之八 那所以呢 就會等於負二加上一減十是負九 負九加八就是負一 所以就會變成負的十二分之一 那負二再加上負的十二分之一 就會等於負的二又十二分之一 所以這裡我就算出二答案 那你會發現跟剛剛答案不一樣啊 那是因為剛剛答案是假分數 如果我們把它化成假分數 一樣是負的十二分之二數 所以做法是一樣的 那這是第二種做法 那你會發現第一種做法跟第二種做法差在哪裡 第二種做法其實是直接把整數跟整數處理 拿到剩下的分數跟分數處理一起處理 所以我就等於心算 先把二減五加一 算出來是負二先拿到旁邊 接著再處理分數的部分 那我會建議你用第二種做法做起來比較簡單